將軍澳在港鐵未通車之前 交通曾經成為居民生活的一大難題 好多早期落成的物業 擁有巴士網絡和大型商場天橋連接優勢 隨著港鐵通車更享有城市方便、村落寧靜 位處坑口的東港城可以說是隧道旁的龍頭物業 坐擁鐵路和隧道優勢 1997年落成的東港城由新鴻基發展 是將軍澳供應的第一代樓王 屋苑由8座物業組成 提供2184伙單位 兩房和三房開織都有 兩房佔六成 東港城間隔市正好用 扣除窗台有八成實用率 同區所有物業都不能與它相提並論 屋苑自設會所、室外泳池、網球場、健身室、平台花園等 絕對是將軍澳第一代中產生活標記 東港城一樣有天橋接駁坑口站 這裡在將軍澳站物業落成之前屬於市中心 交通配套齊備 坑口站有多條巴士線去港九新界 也有小巴出彩虹站及西貢 交通可達度絕對是吸引買家的原因 東港城最大賣點是自設大型商場 有各類型百貨、超市、食市 屋苑更附設行人天橋連接附近領展商場 臨臨種種的救物選擇都有 喜歡運動可以去張軍澳運動場及香港單車館 東港城位置95校網 有超過22間小學可供住戶子女入讀 包括有基督教宣教會宣基小學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信德聯儀總會梁傑華小學 中學也有不少具備優良質素 像加密主恩中學、宣基中學 以及將軍澳官立中學 都是區內傳統名校 同時亦有多間國際學校落成 例如香港師貝禮學校、法國國際學校 都是將軍澳區的國際學校 為住戶子女提供更多不同的教育選擇 看完今次介紹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屋苑詳情 請聯絡以下分行